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供线上学习平台 宜春市文旅系统举办在线学习培训班 更多行动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深度呈现 战疫情 江西文旅人在行动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连日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也牵动着文艺工作者的心 尽管时间景文艺工作者们创作出了一批批铿锵有力的抗疫暖金歌 让文艺之源的暖流汇入疫情防控的工作中 就在近日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就一连创作了五首歌曲 鼓舞士气 振奋精神 向医护人员致敬 这首《好一朵白莲花》采用的是通俗唱法 以朗朗上口的曲调演绎了一曲对一线医护人员的颂歌 说到创作初衷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的江馆长 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 我们省群众艺术馆本身就是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使命的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 更应该用真情实感为一线的医护人员鼓尽加油 同时也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激和感恩的心情 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增添广大群众的信心 同时也增强他们的这种抗疫防疫必胜的信念 除了《好一朵白莲花》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还创作了《为你在哪里》 《赶路人》《中国加油》《我为你点灯》等四首歌曲 每首歌角度不同表达的情感也不同 《为你在哪里》这首歌 主要是歌颂这个须眉男儿的 他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母亲 父亲 还有妻子 儿女的问 也就是告诉他 当祖国需要你的父亲 你的儿子 还有你的这个丈夫的时候 他总是冲在第一线 总是这个冲锋在前 那么《赶路人》主要是这个表达了我们共产党人 这个为了抗击疫情 纷纷赶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就像歌词中写的任重道远 《赶路人》的初心永远在路上 《中国加油》这首歌 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十四与中华儿女 在困难面前 心相通 热血通 不怕痛 也不怕爱 在千难万险 生死与共中 表现出英雄气概和豪迈情怀 所以这首歌写得比较宽阔 这个比较稳健 比较有这种旁博的这种气势 我为你点灯这里面的我和你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我就是那个你身后的中国和千千万万的 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这个里面的你呢 就是那个病患者 这个有被救治治愈了的出院的这个病患者 也有正在抢救的这个病患者 正如歌词里面的 这个我为你点灯 点一盏炙热的灯 温暖你的梦 这个驱散你的寒冷 江馆长告诉我们 虽然这五首歌唱法和创作角度有些不同 但都表达了对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持员人员 志愿者 交通运输者的敬意 在创作的过程中 江西省群众艺术馆 也是创造出了他们的江西速度 这五首歌是我有史以来 这个写曲子速度最快的一次 几乎是一拿到作者的这个词 我花一天的时间就把它写好了 当然了 还是比较粗糙的 那么加上这个练唱啊 这个录音啊 这个音乐合成啊 还有视频的制作 那么一共是花了十二天完成了五首作品 由于都是隔离式的这个创作 确实是比较困难 比如说没有伴奏 那么大家就在自己家里用钢琴伴奏 没有录音棚 那么大家呢就用这个自己的手机录音 有两首歌找不到人唱 那么我就自己唱 那么我记得那个唱那个赶怒人 正好呢 就是我和单位同事小丁一起值班 然后我突然决定呢 就是说要跟他一同完成这个作品 所以呢我们就在琴房里 大家都戴着口罩 这个离得两米远 这个练习 那么直到这个就是练熟了以后 就把口罩摘下来 把手机放在这个两个人距离的中间 然后就开始录 但是呢 这个一遍又一遍呢 不是我错了 就是他错了 那么直到录到相对比较完整的一遍呢 就赶快送到我们另一个同事小一那儿呢 这个做视频 作词 作曲 演唱 录制 每个环节上的工作人员 都以饱满的热情 共课时间传递温暖 作为文艺工作者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术 用在刀刃上 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 无论是在写歌的时候 还是演唱的时候 心里都是想着一线的人员 那么我们自己呢 做这一点小事 又算得了什么呢 文章何为时而处 歌曲何为势而作 在江西 像群艺馆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有很多 连日来 我们也报道了不少 他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怀 那就是为中国加油 接下来 就让我们再来感悟一番 心相通 热血统 不怕痛 不怕败 千难万险 生死与共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情怀 来听听群艺馆为全中国人而作的这首 中国加油 黄河浪 大陌 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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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了向奋战在一线的战役工作者致敬 近日英潭市文广心旅局组织开展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主题艺术作品创作生产工作 广泛征集艺术战役主题文艺作品 自征集活动开启以来英潭市文艺工作者们仅仅几天时间创作出一批形式多样感人至深激荡心灵的文艺作品 用音乐诗朗诵等多种形式宣传抗击疫情 为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其中由国家一级编剧英潭市文化名人江朝豪创作的《物据抗疫之歌》和《抗疫必胜》就用戏剧传递温暖和力量 因为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套击冠状病毒 那么很多医护历员奔赴一线 很多武警警警警他们其他在一线的通知都在努力地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 在为抗击这个疫情来做一点贡献 那我就想到我们用文艺的手段 用这个大家喜欢的歌曲戏曲这个手段 让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把赢这一场抗育的这个斗争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银潭市文化馆推出诗朗诵《请战书》 声援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 当你们写下《请战书》三个字 就早已想到战场上的高空险影血流厮杀 当你们写下自己的名字 就早已把自己的身体交付出去 疫情当前 英坛本土独立音乐人踊跃发声 作者马铭告诉我们 看着那些疫情面前 依然牵手第一线岗位的人们 心生敬意 有感而发 创作了这首《逆行者》 送给那些最美的逆行者们 这原本是平静的心灵 却因一场疾病而改变 那和遥远又陌生的城市 我们一路反顾向前 失去了轻人的眼泪 抚一抚孩子的笑容 除此之外 英坛广大美术书法工作者 纷纷用自己的画笔 记录抗击疫情的感人瞬间 艺术战役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个我们除了这些创作 更多的文艺作品以外来 这个精神的给大家鼓励来 那么我们干主要的是 要体现在行动上面 所以我们着重要抓好 下面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场所 比如说这个娱乐场所 公共文化场所 旅游场所 这些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机 不处检查的力度 确保这些场所的安全 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加大这些场所的 这个卫生清掃和消毒工作 阻断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和发生 第三个方面 我们感觉到是要 进一步就给加大这个旋转力度 弘扬这难量 传递好生命 疫情当前 英坛市文艺工作者们 积极响应 踊跃投稿 截至2月9号下午14点 英坛市文广心理局 抗击新冠肺炎文艺作品 征集活动 收集到作品总计191件 其中包括戏剧类两首 歌曲类三首 契乐类两首 朗诵类四首 曲艺类一首 诗词类七十首 美术类83副 少儿类25个 文化志愿者 助力威视频一段 在赶州张贡区 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放弃休息 放弃与亲人团聚 毫不犹豫地冲到了 抗击疫情的一线 从早到晚 一直在坚守 一刻未停歇 自从疫情发生以后 从大年初一开始 张贡文广心理局的工作人员 全员上岗 做好防控工作 据了解 张贡文广心理局 一共负责水东镇 湖港村 南外街道 三康庙社区 东外街道 家院社区 水南镇高楼村 等七个社区的 防控工作 在每一个挂点社区 每天早上七点半不到 文广心理局的工作人员 就开始忙活起来 大家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 严格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对进出小区的居民 进行体温检测 认真做好 进出社区车辆 和来往人员 信息登记等工作 在家院社区 文广心理局的工作人员 向居民宣传 平安张贡 共同战役小程序 教会居民 如何使用小程序 填报健康自查信息 在三康庙社区 工作人员 还为贫困户 送上了新鲜蔬菜 宋玉俊 是驻水南镇 高楼村工作队成员之一 在做好各项 防控工作的同时 积极限策出力 特别是针对 片区内多户 外国租户不懂中文 主动上前 用英语宣讲防护知识 及防控要求 高楼村目前有六名 外籍人士在此租房居住 大多是附近中小学的教师 为实现防疫工作 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我们每天都会散门 主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安抚情绪 宣讲防控工作最新的 可喜进展 鼓励他们积极面对 这段特殊时间 二是宣讲防护知识 包括少出门 请洗手 多通风 并每天测量体温 三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张贡文广心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疫情一天不退 他们一天不撤 坚守阵地 做好一切防疫工作 在做好抗击疫情的同时 各地文旅系统利用旅游空档期 苦练内功提升服务能力 思考升级转型之道 锤炼抗打击能力和应对紧急事件能力 近日 景德镇市文广心理局联合巅峰置业旅斗学堂 为文旅企业提供线上学习平台 充分利用疫情期间文旅消费空档期 来苦练内功提升服务能力 思考升级转型之路 锤炼抗打击能力和应对紧急事件能力 为疫情过后的春天到来积蓄力量 抗疫充电两不误 宜春文旅系统这次文化旅游知识学习培训 采取线上学习的方式 设每天四节共十日课程 课程包括全域旅游创建 景区管理 创意营销 智慧旅游等课程 课程一推出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因为现在基本上全国所有的景区 都已经处在这种协业状态 虽然说景区必源 但是说这种工作不能停止 就是在这种的培训的过程中 能提升一下员工也好 或者景区管理人员 包括从业人员的这种专业技能 在这种的情况下 我们也希望 再通过这种的培训学习 然后等到疫情过后 我们能真正地把这些学习到的东西 这种知识点能够真正地 落实到这种的景区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 自2月4号开班以来 宜春市各旅游景区景点 以及文旅系统 近百名学员积极参与培训 通过线上课程 每日打卡的方式 积极参与学习和讨论 留言也是精彩不断 旅游是走心的行业 如何做好直击心灵的产品 波动新闲的营销 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发觉自己景区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 并全力以赴做墙 才是王道 据宜春市文广心旅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对这次疫情 文旅行业将积极面对困境 坚守阵地 用知识为行业赋能 为疫情后的市场复苏 做好准备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为了战胜疫情 文旅人用心坚守 近代化开 我们在一块去了解一下 日前 抗击疫情我们加油 封城市抗击疫情 民间宣传片发布 您如非必要 不要前往公共场所 所有进入公共场所内的人员 必须佩戴口罩 没有聚会 没有信心嚷嚷 而安静 替代了往年 春节的喧嚣 红红火火的年魂 被冰冷的口罩隔离 家宴的被公交错 被微信上问候取代 冬日的暖阳 我们只能从窗户感受 它的温暖 我们心中 有许多期待 和希望被封存 一年一次个相见 就此错过 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据了解 宣传片一经发布 阅读量就达到了十万余字 许多封城人纷纷留言 为封城加油 为武汉加油 为中国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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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油 今年春节 上饶物园景区 没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欢声笑语 也没有过大年的热闹喜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景区年度的工作计划 和日常经营 为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避免人员聚集 引发交叉感染 自1月25号 物园黄陵景区就宣布闭源 取消春节活动 往日人群拥挤 热闹而繁华的天街 突然之间变得静谧而安静 面对如此局面 黄陵景区特别推出了一首歌 疫情之后 我在乌园等你 期待春暖花开 与游客再见面 年自归来 我在江林等你 等你花开满地 烟雨起始 我在故乡等你 等你云里梦里 茶阳飘香 我在浪桥等你 等你 等你心相依 到不少了 我在荒林等你 等你 晒秋风笛 今生今世 我在无缘等你 等你在思念的梦里 红尘险磨 我在无缘等你 等你在无缘的四季 今生今世 我在无缘等你 等你在珠希的诗词里 红尘险磨 我在无缘等你 等你最尽用 人相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稍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